他当主攻线 封位置上是郭磊和耿兴 经营位置是高壮 刘萌来担任今天的首发二船 带青瑶来发球 这个发球导致一船有些上网 处理过来之后 打调整攻 给哲德军做了一个平拉开 但是摔着篮网看住了他的进攻 上海队的篮网得分 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 给李伯瀚的进攻 篮在了界内 上海队的篮网一直都是 以豪华组成的 因为像张哲佳跟成龙海组成的一道长城 也是给对手的进攻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马鲁夫以及科巴切尾奇 他们能够迸发出来的能量 让这名小将稍微在场上有些懵 这一场比赛是交叉赛 又是一个适配的情况 来看一下山东的反击机会